嗨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31號 然後我想說我來稍微記錄一下我今天 晚上煮的東西好了 我們這一次沒有要回去公婆家 以往的話我們都會回去 然後我就是當個廢屋在家裡面等著吃飯 現在是下午3點嘛 我在準備晚上要用的一些食材 要醃的要先醃 然後該處理的東西先處理好 晚上就不會手網腳亂 阿宅今天要上班 他今天不知道會不會提早回來 因為今年我們只有兩個人待在這裡 可是我又不想要隨隨便便過一個 跨年夜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東西 我昨天就去買了很多的食材 超市的人超級超級超級多 就是半年貨 阿宅指定說他吃好的牛排 我就去買了一塊和牛 真的很貴耶 我買了一塊大概是不到500克 1600塊台幣左右吧 可是大概是我的手掌 一個臉那麼大這樣子 昨天買了一些生蠔 人生第一次自己開生蠔 因為湊在他們家完全不吃生蠔 所以我來法國之後都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時候 去餐廳吃 沒有自己買回來開過 我也不知道我會不會開 我現在在處理我的晚餐 我晚上是吃雞腿 這個是煙雞 我吃跟阿宅咕一樣 和牛的時候他吃 因為那個真是太貴了 我早上去買那個和牛的時候 我跟他說我要買和牛 然後一人份 肉鋪的先生就說 哇吃這麼好 一人份吃很好耶 我說對啊 聖誕節到新年期間 畢竟是在這邊比較大的日子 我只有在這一段時間 有看過肉鋪有賣 當然如果你是住在巴黎 或是巴黎一定有更多 possibility 我們這邊的話真的是 只有這段時間還可以看到和牛 可是這價格真是蠻可怕的 阿宅中午回來的時候 我跟他說 這一塊的價格 那個和牛的價格的時候 他馬上吃米不知米價 然後馬上就拍照片 然後傳給我婆婆看 然後我婆婆就說 他從來沒有在肉鋪裡面看過和牛耶 我覺得應該是有 只是 只是他們不會去買 像我今天去買 他們我猜他們每次都只有進一小塊而已 應該不會進很多 畢竟 比較價格比較高 因為我今天去那間肉鋪 他也有賣那種 我不是去超市的肉鋪 我是去一般的肉店 他也有賣安格斯牛肉 然後 一公斤是 五十四歐 我買和牛一公斤是 一百一十歐 所以大概是半價 如果買安格斯的話 我現在去骨 去骨我的大雞腿 這樣的話我等一下就可以直接醃 然後 晚上就可以不用 去在意他的骨頭了 好的 去骨頭了 去骨頭了 好了 這是米酒 要往哪兒 好 我沒想到 我要去骨頭 õ 穂辛的 好 吃 一點 吃 自己買吃 吃 要用骨頭 itting 拿出 吃 很難 咖啡菜我準備一些小點心 像是餅乾啊小起司什麼的 這是咖啡菜 然後因為我跟阿宅不太喝酒 所以我們就應該是不會配酒 可是我們平常其實還有一些 酒沒有喝完 說不定我們以後會打開把它喝光 然後前菜的話 錯仔是吃鵝肝 然後我是吃生蠔 因為他不吃生蠔所以我可以吃他的鵝肝 然後煮菜的話他是牛排嘛 我是烤雞腿 甜點的話我有買一盒小蛋糕 前菜還有那個蝦 我有買一點點的蝦大概十隻左右 今天就比較簡單 我現在要準備弄開胃小點 在法國大家不要把開胃小點 想得好像很fancy 你們看我準備的東西你就知道了 我準備的開胃小點 第一個是這個 花生口味的小餅乾 這個也是小的cheese cube 這個是我婆婆送我的聖誕禮物 很可愛 長這樣 然後旁邊弄了一盤蝦 一碗蝦 然後我等一下 會用這個做一個酪梨醬 然後沾著蝦一起吃 酪梨醬很簡單 等一下教你們怎麼做 然後我現在在煮馬鈴薯 等一下來做馬鈴薯泥 這是我醃烤的雞肉 然後放進去烤 等一下放進去烤 先烤 然後 等我的雞烤的差不多之後 我就可以準備煎我的和牛 我的烤雞 然後這個是我用油 橄欖油 再加蒜粉 混一混後下去把 把花椰菜都要去拌一拌 然後鋪在上面 然後上面散了一點點鹽 要一起丟進去烤 yes 酪梨醬 配蝦 我加了太多的檸檬 所以我後來又加了一點糖 才不會那麼酸 配這個好吃 好的 希望我要來開生蠔 沒有開過 希望會成功 我都不知道如何打開 讓我看不懂 你不知道如何打開 那是嗎 你不知道如何打開 像這些嗎 怎樣 什麼 我又不會打開 你不懂如何打開 我為什麼要問我 你不能吃 耶 打開了 第一次開生蠔就上手 其實沒有很好開 要很用力 我開到一半他突然說他還想試 然後他不吃 他就很臭 我覺得很好吃耶 加檸檬 拌拌 把 Bea 炑到馬鹽 全部放在馬鹽 放入馬鹽 汁 気絶國 炭素 放入馬鹽 炭素 沸騰 鮑魚嗎? 謝謝 瓜哥 告訴大家要怎樣煎牛排比較好吃 就是你的鍋子一定要燒得非常的熱 然後在它很熱的時候 把牛排給放下去 然後一定要有這個聲音 再半個小時就過12點了 然後我現在其實頭很痛 因為我的生理期剛好在今天的最後一天走來 然後我頭已經痛一整天了 然後現在到達最高峰 一直在抽痛 所以我現在等著撐過12點 然後我要來吐一顆止痛藥 然後睡覺 先祝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樂 然後接下來的一年也順順利利 我跟阿宅也列了一些 今年2020年想要做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可以順利完成順利達成 那就祝各位新年快樂啦 掰掰 你有任何故 你有任何事 有任何事 你覺得ص序 有任何事 你選的 可以嗎 有任何事 有任何事 你也想在這裡 你也去問我